就是鮭魚之亂 很多人覺得改個名字才可能花50塊錢 可是可以吃到5000塊以上 CP值很高 但你要吃的話你就好好吃嘛 不要浪費食物 很多人去吃了之後怎麼樣 為了要貪便宜 所謂貪便宜就是吃量很多 所以沒有吃完你知道嗎 比方說SUSI好了 手握壽司嘛對不對 但底下的飯沒人吃 大家都只吃上面的鮭魚 要不然拉麵來了吃了一兩口 點心來挖個一兩個尺而已 所以造成很多食物的浪費 對於店家來講 店員來講其實也是蠻頭疼的 我們來看到 這個壽司狼的外場人員呢 忍不住也就發文了 他跟大家來聊一聊 這17、18號這兩天的鮭魚之亂 到底有多亂呢 你看他寫下了 很多人留下了一堆飯 很像是那種垃圾乞丐一樣 浪費食物下地獄的鮭魚 想一想不只是他們清盤子很累 重要的是不要浪費這些食物 那麼講到鮭魚之亂呢 那我們就來看到下一張了 真的是很亂啊 現在呢17、18兩天的優惠期過了嘛 對不對 鮭魚先生鮭魚小姐們 現在可能努力要回歸人類了 要把你的名字給改回來了 但是想改回來 好像也沒有這麼的順利呀 因為呢光是這個流程來講 可能就要花上半天的時間了 但是半天你可以等嘛 對於護政事務所的工作人員來講 以及真的有事要去護政事務所辦事的人來講 就是因為你 他們要等好多好多的時間 真的是很浪費人力 像現在好了 不管呢你是叫做張鮭魚之夢 或是什麼宜蘭之子 超出大深海鮭魚王等等 亂七八糟的名字 好啦 現在呢你想要改回本名了 那改名的流程呢大概是這樣子的 你就要先到護政事務所報到之後呢 他還要印製身份證嘛 印製身份證之外呢 你的戶口名簿同時也要改名 改完名之後呢還不只呢 護政單位呢要幫你通報 二十幾個政府機關 最後再印發你的新的身份證 讓你回歸你本人 前前後後要花半個小時以上 現在全台灣基本上是有一千多個人 一千多個人因為歸於改名了 你看這一千多個人 一個人都要花半個小時 這一千多個人是要花多少個小時啊 真的是很累人 而且真的是很不需要啊 所以對此呢 今天在立法會上面 國會上面呢就有立法委員提出了 他說啊以後我們在改名字的時候呢 是不是有所謂一個冷靜期在 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呢好我要改名字 那你可能之後要隔十五天 或隔三個月 或隔半年之後 你可以再換一次名字 因為現在是沒有這樣的規定嘛 對不對你看這些人就是為了這兩天的免費鮭魚吃 那試完之後我可能第三天就可以把名字改回來了 所以增加很多護政人員的工作負擔 那未來是不是所謂的冷靜期就是這樣子啊 你改完名字之後 給你半個月 給你半年想一想 如果覺得OK的話 名字可以繼續用 覺得不OK的話呢 你再改 不會增加工作的辛苦流量 好那講到有人啊 就是為了這個事情呢 好開始拼命的改名 結果呢有人呢就發現了 哇 他的名字好像再也改不回來了 為什麼 在台灣啊 人一生有三次改名的機會 那麼這名就是中醫學生啦 他叫做改名了 叫做張規魚之夢 想說呢 哇我吃到這個好康之後呢 吃完了 我再把名字給改回來 但他千算萬算沒有想到 就在他小時候 他的爸媽呢 已經幫他改過前兩次名字了 換句話說 這是他第三次改了 他已經沒機會再改回名字了 所以呢 他在受訪的時候 眼淚還真的是一整個不住掉下來 迴轉壽司店祭出優惠 只要名字有鮭魚 可以免費吃壽司 吸引全台 331人 封改名 都可以嗎 好吃 這波鮭魚之亂引發外媒關注 BBC 衛報 華盛頓郵報 CNN 都報導台灣的改名亂象 VICE新聞更調侃鮭魚 現在是台灣人的取名首選 不是啦 不是吧 吃飽喝足 盤子上卻留下一坨 像小山一樣的醋飯 有藝人糾友吃壽司 桌上剩下一大堆白飯 為了吃免費壽司改名 卻吃不完也哀皮浪費 台中這位零高價鮭魚 吃飽賺飽後 一大早來到戶政事務所 把名字改回來 這個名字才用兩天而已 就不能用 但是待我賺很多錢 以後我一定不會忘記它 雖然零高價鮭魚 將永遠留在戶籍藤本上 但至少名字改回來了 不像這位 改了才後悔 是那個最後一次 改完之後 他們才告訴我 改滿三次怎麼辦 一大聲以為 把兒女取名張鮭魚之夢 就可更名 但誤會恐怕大了 依照規定 他得請他的爸爸改名 或是找隻鮭魚來通緝 不然就得出家 集中解套方式 雖然麻煩 但就看張鮭魚之夢 要如何擺脫 接著台中 綜合報導